今天凌晨,陳小春上載了一條JASPER 用電腦玩混音的短片 他惹來不少網民的留言評擊 指責小春不夠愛國 為什麼送兒子去讀國際學校 又例如為什麼要用蘋果產品 要用的話應該要用小米和華為 人民幣都花在外國產品上 甚至說小春不應該用英文下caption 中國人都沒有面子等等 面對網民的種種無理批評 小春都忍不住用粗口反擊 明知網民的留言太可怕 不過直到現在 小春仍然沒有關閉到留言功能